好 另外看到这个惊险的场面 彰化油间大型的机械工厂 在4号的上午不明的原因 突然就起火燃烧了 由于铁皮厂房里头 是有大量的石化工业的设备的 锦销不敢大意 出动了29辆消防车 跟43名的消防人员到现场做抢救 而厂房的位置就在铁道的旁边 大火发生的时候 浓烟还直接窜到了铁轨 往来的火车都赶紧命地示警 熊熊大火不停燃烧 铁皮墙面被烧到变形火车 串出窗边 火势不断扩大 厂房还不断冒出浓烟 窜进一旁的铁道里 让经过的火车不断鸣笛 市井窗面 触目惊心 警校人员加快脚步边 破窗边向窗户灌水柱 想赶快控制火势 并确认有没有人困在里头 发生火灾的地点 在彰化化碳箱的大型机械工厂 接近中午时 工厂不明原因 串出浓烟跟恶火 或是一发不可收拾 里头又有湿化工业设备 加上厂房的位置就在铁道旁边 警校不敢大应 出动29台的消防车 43名的消防员即可到场救援 发生火灾时 工厂内有8名员工自行掏出 没有人伤亡 警校很快控制火势 但厂房里头的车床基台 以及原料统统烧毁 损失超过上百万元 起火原因还要等待消防局调查 华爱新闻的影视 谢谢中 谢谢中 一张好报道